新顏色帽子 對 這個是等一下要算團 好不好 等一下要宣傳的 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上半身 上半身的部分是 黃種人 下半身的部分是黑人 好不好 W203的C230K評價如何 我自己之前有開過 W203我覺得 冷氣的問題蠻多的 電系的問題也蠻多的 還有它的那個渦輪增壓 久了都會拉拉到 我是覺得不好顧啦 坦白說我覺得 W203那一代的我覺得 不是很好照顧 連我都覺得有點羞到公民 更不要說一般的消費者 披露網路上 標示低價車的秘辛嗎 他們是如何設下陷阱詐騙的 沒有很多啊 哇這個講到爛了 這個網路上應該都查得到啦 大部分現在這個 網路上的低價策略 就大概幾種嘛 代標車啊 不然就是跟你說車載啊 以前齁 很多人不相信 比如說 我假設好了 一台車市價大家都賣五十萬 啊他為什麼要看二十八萬 對不對 然後有人不相信啊 他就說 啊我出發前 我就打電話去就好 打電話去說 請問一下你有一台什麼車賣二十八萬 對方跟他說對 他說啊確定嗎 價格是確定的嗎 喔我要從台北下去囉 他說確定啊二十八萬啊 然後你下去 你真的到了目的地 接電話那個人不在了 是另外一個人來載你 也也或許是同一個人 他就說哎呀我同事 這個 不知道啊 二十八那台車有泡水 他不知道 啊你既然人都來了 我還有一台五十萬的 你可以看一下 好這是其中一種方法 你會覺得說 我都已經電話確認了 我才下來的 可是我告訴你 他就是 你打電話去他就告訴你 有 對賣二十八沒錯還在 你來 結果你人到了 結果車不在 跟你說 那車有問題 推你別台比較貴的 你就說啊你怎麼跟我講說 如果車還在我下來之前 還打電話確認 啊拍謝我同事今天休假 他以為車還在 沒想到今天早上賣掉了 啊沒關係 因為那台車有泡水 你賺到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店裡面現在有一台 沒泡水的 才跑五萬的 可是要賣五十 你都來了 要不要順便看一下 這其中一個方法 SWIFT有什麼通病嗎 大概就是冷氣吧 車室內生螞蟻 買那個啊 螞蟻藥有沒有 放在車上地板 然後讓他們吃 然後他吃完之後 他還會帶回家 全家一起吃 然後全家就 啊 他會帶回螞蟻窩 然後分大家吃 哇你看 這就是豬隊友有沒有 哇我今天去外面 我發現了好大的食物啊 搬回來有沒有 然後大家一起吃 然後就全死了 大概就是這樣 我覺得曬太陽也OK 然後沖水也OK 可是可能 怕他把槽築在 你管不到的地方 所以就是 讓他帶回家 帶毒藥回家就好了 那個螞蟻我是不建議用 殺蟲劑啊 因為殺蟲劑對人體啊 如果你有小朋友啊 寵物啊 其實不太好 螞蟻藥如果沒有用 你就換牌子 我通常齁 像我去買蟑螂藥 螞蟻藥那種 小小圓圓的 放著給他們吃那種 我都會買 兩種牌子以上 因為我覺得 有沒有 人會挑食 買也會挑食 對啊 買那種 你又不知道你買的 他愛不愛吃 多少錢以下的車不能貸款 我跟你講齁 貸款這個東西是這樣 通常來講齁 比較正規的一個銀行 大部分你的國產車 超過12年的車齡 可能就比較不能貸款 或者是即使能貸款 就只能貸一年左右 然後這個進口車 大概可以拉到 十三四年 十五年內這樣 一般貸款銀行的基數 就是說 你最少貸款的金額是十萬塊 為一個單位 齁 所以應該是說這個 十萬塊以上 健兔可以維修嗎 我們現在可能不外接維修 欸 公留維修 來 我們現在齁 收到很多的那個 網友都要求 想要來我們這邊修車 整理車齁 那因為現在柯P 已經是紅人 比我還紅 所以我們可能外接的部分齁 比較沒有時間可以外接 那我在訊息裡面也 也拒絕到蠻多朋友 那比較不好意思就是 人力沒有辦法負荷 第二個是說我們也沒有更高的 利潤來支持我們再請新的師傅 所以 我們 暫時可能 沒有辦法外接這個維修的部分 之前有接過一些啦 可是真的忙不過來 如果齁 有 最近有來我們廠上的觀眾朋友都知道 車都塞滿的 我們現在連後門 我們本來場之內有前門跟後門 我們現在連後門都封起來 因為車真的已經沒有 連要留一個車道 從前面開到後面都沒辦法 有的進來要倒車出去 考驗倒車技術有沒有 齁所以現在就比較沒有辦法接 喜美K10是什麼車啊 應該是七代喜美吧 七代喜美 我跟你講齁方平 你問我就對了 我進入中古車業界 二十年前 我賣的第一台車就是K10 就是喜美七代 如果可以的話齁 我在這邊喊話 如果在將近二十年前 你是跟我買那台黑色喜美七代的人 歡迎你來相認好不好 我們現在透過這個直播跟Youtube的剪輯 我們在這邊親情喊話 跟我聯絡 跟我聯絡幹嘛 沒什麼好處 我懷念你而已 想看看你現在已經做阿公了沒 這樣而已好不好 Saverling其實就注意 Saverling最大的通病就是吃雞油啊 你常常齁 在路上你看到Saverling在開 你會看到後面都一天有 請問車行都說貸款可以先送審查 額度不會查連針是真的嗎 不一定 我們常常會遇到一些什麼呼吸妝案 強力過見齁 三明媽只要你是他媽 有雙證來就可以過齁 那基本上那都是一個廣告行銷 會不會過還是看銀行的判斷 可是他們希望的是說 先收到你的定金嘛 那審核的部分齁 有的是用強姦的 有的真的是幫你 阿我講我的好不好 我講我的正常的做法 因為上禮拜六 我們賣那個IS300H才是這樣 很簡單 客人來看的喜歡 那他擔心這個利率 額度帶不帶得到 什麼等等的 我說好 大家沒輸贏 我們簽個合約書 因為銀行送件要合約書佐證嘛 你買什麼車買多少錢 簽個合約書 我不收你定金 我在下面備註說 如果說 這個貸款出來的額度不符合你的預期 貸出來的利率不盡理想 或者是這個額度不夠 那我們這個合約作費 失效 大家沒輸贏 那我們就幫他去送 可是其實在送的初期齁 我們也沒有送 我們也是請銀行的專員 所以銀行的專員的經驗也很重要 他可能會先跟你聯絡 問一下你的收入狀況 存付的狀況 甚至請你提供一些影本的資料 有經驗的專員稍微看一下 那他可能就可以跟你講說 你的狀況大概可以到多少錢 大概月角多少錢 利息大概多少 那你覺得OK 我們再進去連徵 然後做其他的事情 但是這個當中有一個盲點喔 有些車廂會說 我跟小師哥一樣 流程都一樣 我不收你定金 我也一樣這樣 結果銀行專員在跟你對完之後 隔兩天來 他就跟你講說 不好意思喔 你過件了 可以來交車了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雙證件正本 你如果真的只是要單純的去詢問說 你的貸款可不可以過這件事 雙證件沒有必要交出來 記得這很重要 因為你雙證件如果交出來 他說我先幫你審核不會連徵 你雙證件交出來 他就可以什麼 過戶撥款 所以他假裝了前面那些動作以後 這個以前很常發生 你買一台車80萬 你沒有那麼多錢 你只有10萬塊現金 所以你要貸70萬 然後你雙證交出來 他說我先幫你審核 判斷一下 結果呢 把你過戶掉 然後只貸過50萬而已 那你中間還差20萬 你沒有啊 然後 隔兩天打給你就說 不好意思 你在過件50萬 阿款已經撥了 阿我車也過物給你了 阿你可以來交車了 你就說阿我只有10萬塊現金 還差20怎麼辦 阿你自己想辦法 阿不然你不要來交 阿下個月你就要開始繳貸款 不然你不要來交 卡 掛掉 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時候這個東西就是 有一些盲點在裡面 車行送第三方檢測費用誰出財合理 沒有啊這個就是兩 雙方合議就好了阿 合議性交的那個合議 兩個講好就好了 誰要出 那我以前的習慣都是這樣阿 你來買車 你說你要送 阿萊茵 阿我就說 我的車我覺得就是沒問題 是你懷疑我 如果去驗了 過了你出錢阿 沒過我出錢 大家賭一把 可是我跟你講阿沒輸過啦 有輸過沒怕過 可是我連輸都沒輸過 哈哈哈哈 通常我都是用賭一把的啦 阿這樣也好玩嘛 反正我們人 也不太喜歡那種 不受信任的感覺 對不對 所以大家賭一把 拚看看 要不要外插有沒有 如果這個劇驗過了 你出錢以外 再輸三萬 要不要 欸幹整個那個 台灣人的那種賭博魂都出現了 什麼都可以插一下 有沒有 可思芬會有什麼陷阱嗎 就利息很高阿 一直看我孤車交的很詳細 已經學一半 要交全部了嗎 其實喔 我之前很想要開課 可是我真的 目前的狀況 我現在齁 我只能 做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當然就是 照顧好家庭 照顧好神獸 汪汪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就是 做影片這件事情 阿第三件事情 就是 健身嘛 把自己身體 弄好看一點 我現在目前就只能做這三件事 其他都不行 我很笨拙的人 頭腦也沒有特別聰明 阿就是覺得 目前我的時間規劃 我只做得好這三件事 那我就 做這三件事 所以我就排除掉 上電視 如果有其他的 多東西 我就排除掉 其實就這樣很單純 簡單就好了 好不好 我這個人就喜歡簡單 阿所以我沒有時間開課 要不然我就可以交全部了 沒有啦 可是也沒那麼簡單阿 如果看影片 大家都很黑阿 靠腰阿 衝骨車上搞屁阿 其實喔 經驗還是最重要的啦 年紀大的經驗 比較多嘛 所以經驗比較好的時候 就知道怎麼控制那個時間 不要太快 還是不要太慢 年紀大就是比較 經驗比較有 比較會做時間管理 對不對 知道 欸不行 現在不行 現在還不行 還沒有還沒有 還沒到還沒到 年輕人了嗎 喔 三兩下對不對 就好學阿 對不對 年輕人 大學開課我也 我也推掉了 對啦 講到加油站抓到柯P 那很好笑 德恩是你嗎 跟我說你不敢跟他打招呼 說因為柯P 臉 看起來沒有很高興的樣子 然後 所以你不敢跟他打招呼 是你嗎 因為喔 上次有一個粉 粉絲有私訊 我說他有遇到柯P 可是他不敢跟他打招呼 因為他沒有笑 所以他怕被他罵 然後所以他不敢跟柯P打招呼 我說欸不是阿 兄弟 話不是這樣說的 難道 你如果一個人他在加油的時候 然後自己在那邊 呵呵呵呵呵呵 在那邊傻笑 呵呵呵 幹你不敢跟他笑欸嗎 對不對 他當然沒事 當然不會笑阿 對不對 所以不用客氣 我相信 因為 第一 我們阿 我跟柯P一樣 其實我們都不會覺得自己有多紅 真的沒有啦 是幸運 有一些粉絲朋友認識我們而已 現在對不對 現在這個時代 人人都可以當網美 人人都可以當網紅 對不對 拿一個GoPro 拿一個手機直播的網紅阿 對不對 有沒有 常有說 幹我那些手被釘子釘到 我差點以為我是耶穌 有沒有 現在嗎 這個時代 隨便都都網美網紅 我們不會這樣覺得啦 阿其實齁 像今天有一個嘉義上來的 也是粉絲朋友阿 來買車阿 不用客氣阿 打招呼就對了啦 他如果 你跟他打招呼 他如果幹你的話 我想回來媽的我踹他 你跟我講 喔不可能阿 阿所以我意思是說 他從嘉義上來 然後他覺得 看到我們就覺得說 喔 我覺得 我看你們影片那麼久 我看到你們兩個本人 真的就是跟影片一樣 一點都不會覺得 生疏 阿我就說 阿你看你跟我們聊天 跟影片一不一樣 他說一樣 阿一樣就好了 可是其實齁 我也遇過一些 粉絲朋友 他心裡會有一個 我坦白話講 有些粉絲朋友 他心裡會有一個 刻板印象 或是先入為主的 概念 就是 他可能覺得說 我們很像是 一個很搞笑的人 所以當他來到我店裡面的時候 他覺得我們沒那麼搞笑的時候 他會失望 你知道嗎 真的有人這樣跟我講 我說喔我好失望 喔我去你們那邊 我覺得就是 怎樣怎樣 阿我就覺得說 可是你要想想看喔 第一個 我們不認為我們是 多紅的人 對不對 阿不是劉德華 對不對 沒那麼紅阿 所以我們也會累阿 然後可能也會有 不想講話的時候 一定會有 吳宗憲去坐客人車 阿既然就是 喔你吳宗憲喔 喔阿你講笑話我聽 吳宗憲也覺得你笑的 阿媽阿我 阿我 阿前面講笑話是可以賺錢的 阿我在你這邊我只想休息而已 也有可能阿 所以有些粉絲說 喔好失望喔 我覺得就是 好像覺得我們應該要 很熱情的款待他 齁 很熱情很熱情 可是其實我們也沒有不好阿 就是 有時候我們會很認真 因為你來這邊 你可能你會問一些很專業的問 所以我們會很認真的回答你 不能開玩笑 欸有些事情不能開玩笑 比如說你簽合約 簽合約你可以媽媽邊簽 邊開玩笑嗎 人家敢簽嗎 齁所以其實 也沒有那麼難相處 沒有那麼GY 只是說 真的沒有沒事 那邊一直笑一直笑 呵呵呵呵 呵呵呵 阿咧 白目跟白痴 只有一線之隔 你知道嗎 就像我上次聽到人家講 那個 以後老闆叫你做事情的時候 有沒有 那個表達的語氣阿 其實就很大的差異 老闆說 欸泰山去把那個什麼東西 檔案打 拿給打給我 阿泰山說 我不會 你會不會被老闆幹掉 所以你下次要怎樣 老闆說 欸泰山 你去把那個什麼資料打出來 然後泰山這樣 呵呵 我不會 老闆 心裡想說 他真的不會 不要為難阿 泰山真的不會 好沒關係 我自己想辦法 呵呵我不會 呵呵呵 所以 表達很重要 你不能一副很屌樣子 我不會 對不對 我要下班了 我不會 你不能這樣 教你們一招這個 職場生存的那個要素 好不好 表達能力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 這個禮拜遇到的一些 簡單的東西啦 跟大家分享一些問題 很多消費者很喜歡問說 這個車是不是一手車 其實對我們來講 如果你問的是一台 三年內的 保固期內的車 我覺得 是不是一手車 可能蠻重要的 因為今天我在賣 日食的時候 我就遇到消費者問這個情形 2018年的日食 那買的朋友問我說 那這個車 是不是一手車 那我們就從這個資料 拿出來給他看 解釋一下 一手車 但是齁 我建議 這個車當然已經八年 十年以上 其實坦白說 是不是一手車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 沒有那麼重要 齁 就變成你一定要以 車礦為主 對不要把這個問題點齁 太 focus 在是不是一手車上面 focus 在車礦上面 齁 那一手車 如果十年的車 一手車不一定是好的 也不一定是不好的 三手車也不一定是不好的 那為什麼三年內的新車 會比較重要的原因是說 如果一台車才兩年車好了 然後就已經過了六手 你會不會覺得 媽這台車有問題 這個是不是 媽我娶這個女的回來 都是代賽的 那個叫什麼 客服命 為什麼媽每一個人 開到我的人 沒多久就換掉了 就把我換掉了 有沒有 是不是有可能 齁大家就覺得很奇怪嘛 車這麼新 怎麼可能就一直 過那麼多手 但是太 但是年紀大的時候 其實就 就我覺得還好 排氣管會出水 齁一個 說法是這個 完全燃燒啦 齁 可是我跟 跟大家分享 其實絕大部分 我覺得絕大部分 只是排氣管裡面的濕氣而已 那透過這個 熱啊 或者是那個 油門 空氣啊 排氣出來的那個推力 把這個水送出來 所以我覺得 沒有那麼誇張啊 完全燃燒 啊我有看過是真的 沖掉了 沖掉的會噴水 可是他噴出來的水是黃色的 呵呵 齁 如果要看的車油 秒殺的可能 建議電話預約 電話本來就可以預約啊 一直都是電話預約啊 只是說齁 喔對這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電話預約 不代表這台車會留給你 比如說 你今天跟我約下禮拜三 要來看某一台車 可是 從今天到下禮拜三中間 如果有人比你先來看了是了 並且簽約買了 那可能 我們會提早通知你說 啊不好意思 你上禮拜約的那台車 我們今天賣掉了 這樣 大概就這樣 我們一切都是以這個 你實際 看過車 試過車 然後 你確定 思考清楚 考慮清楚 你要買了 付了定金為主 好不好 我常常遇到一個問題啊 我 我跟大家分享 我們自己 不是都會用Facebook IG對不對 那是不是 我們會 加了很多相同產業的朋友 我 其實常常在 我們FB上 看到很多同業的朋友 都在PO什麼 感恩 客戶 未看車先會定金 有沒有 感恩客戶的信任 車都還沒看 先會 三萬五萬八萬來 然後每個人都在PO這個東西 可是我覺得 小師如果要收 先收定金 以不看車來收定金的話 我跟你講我每天都一堆錢在收 如果跟我們比較久的客人就知道 他們會知道某一種車 某些車款會賣得很快 有沒有 現在線上的490多位朋友 你們 如果你們有長期追蹤 我說的對不對 是不是 你們已經 長久觀察FB下來 你們是不是可以觀察出哪一些車 有可能會賣得很快 是不是 你們是不是可以觀察出 其實有些車款真的賣得蠻快的 對不對 所以 其實齁 有 我收到很多的訊息 就是 小師哥 我可不可以先 先匯多少訂金給你 哪一台車 我已經看很久 等很久了 好不容易你有了 我可不可以先匯給你 我跟你講我拒絕掉很多人 我都說拜託不要 因為畢竟這個車是二手 他不是全新的 其實我對我的 這個 車子的基建等等 我是很滿意 很有信心 但是我還是希望 你來看過 試過 試過 你考慮清楚了 你很喜歡這個東西 你再買 常常在趕客人回家 上次客人來看 Lazers看一看 然後他跟老婆一直在討論 又捨不得走 走了又怕被買走 然後又在那邊 跳探戈你知道嗎 跳探戈 我現在不買 我怕被買走 我都跟你講 你被買走 這個車跟你沒有緣分 這個車跟你就是沒有緣分 你也不要強求 我都不強求 你跟我買了 你在強求什麼 你們回去 討論清楚再說 我跟人家走 你知道嗎 沒有其實我是想說 我很累了 你不要浪費我時間 沒有啦開玩笑 真的想清楚再買 那海員講的也沒有錯 減少買賣糾分 這個也常見 你會了定金來 你來現場說 小師哥 啊這個後照鏡怎麼擦傷了 喔我不要 這個車開 全車主是不是 開車習慣很擦 看到後 後照鏡都擦傷 那個麥克尼亞都擦傷了 你遇到這種 你怎麼辦 平仔亡的 啊不然沒關係啦 你如果覺得後照鏡擦傷 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我就把定金還你 問題是 從你會定金給我 到你來的那一天 這間隔 有多少人想買 他們都沒買到 就因為你先會了定金 還沒看到東西 然後我等你到你來了 然後你因為一個麥克尼亞擦傷 我能講什麼 我們是服務業 我們能講什麼 對不對 凡事求個員嘛 對不對 服務業真的會 有時候真的就是 必須秉持著 以客為尊的原則 我們還是得 配合客戶的需要 所以 我們也 從來沒有在吃客人的定金 我以前也發生過啊 欸 付了 三萬的定金 然後 然後 等等等到 差不多要過戶了 過戶的前一天 跟我講說 這個 他媽媽有意見 說他可不可以退定金 我說我等你兩個禮拜了 欸 現在已經要過戶了 你才跟我說你媽媽有意見 啊 我們簽的合約都假的 我告訴你 其實齁 就算是這個行政院頒布 政府頒布的定型化契約 它上面也有明定 說 違約的你就是定金會被沒收 沒有錯吧 確確實實 你們自己去下載定型化契約看 你違約定金喔 你無條件違約 你定金就是被沒收 沒有第二句話 問題是 我吃你那定金 啊 你處理說我來講我一十小時喔 我媽的吃我三萬定金啦 我跟你講啦 人都這樣啦 他絕對不會去跟他朋友講說 沒有這是我的錯 我這定金被吃掉喔 是我活該 齁 是因為我媽媽喔 阻止我 我媽不給我錢 齁 所以齁 他絕對不會跟他朋友這樣講啦 他直接出去說 小屎那個電視那個齁 我來講 吃我三萬定金啦 齁 說真的嗎 多正派 啊不是把我三萬定金吃掉 所以 我去吃你這三萬塊 我沒打開拍子 我留一個嘴在外面 說我們怎麼樣 站在我們立場 你回來 隔一兩個禮拜 你跟我回來說 你媽媽不給你錢 有意見 我還能 哇小雨的瓜 我還能做什麼 哇 你已經不愛我 沒辦法啊 我定金就要 也是要退你啊 我也是要退給你啊 然後好一點的啦 說 小屎哥 我知道這是我的問題 齁小屎哥 也曾經遇過好一點的說 那小屎哥這樣啦齁 三萬定金啊 我給你一萬 給你吃完 你退我兩萬好不好 我拿你那一萬幹嘛 不是一樣意思嗎 我為了一萬塊 啊我拿你那一萬 我坦白講齁 我不能在公開場合講這種事情 要不然以後大家來跟我買車 媽的都先衝 先買 之後再退 啊我不是很倒 所以小屎在這邊宣布 以後不退了啦 媽的以後耍我照合約走啦 我 要不然我這樣講一講 媽的大家都來訂一訂 簽一簽 然後都說 欸我有位啊耶 我沒錢小屎哥 我沒錢啦 欸定金退我 你上次直播說你都會退 幹我不行不行 我在這邊宣布齁 以後定金不退了好不好 打死不退 啊反正 還是跟大家分享啦 有時候齁 服務業這個東西就是 沒辦法 我們就是要這樣 要不然齁 遇過很多啦 還有以為齁 買二手車以為在買新車的啦 怎麼講買新車 我就講一個問題就好了 我賣一台 比如說 十一年十二年的車啦 他第一個訊息問我什麼 小屎哥 請問這一台 十二年的某某車 是不是元期 啊我就覺得說 欸十二年的車元期 我跟你講 如果有人齁 賣一台十二年的車 有一個車商跟你講說 他還是元期的話 我跟你講 千萬不要相信 他一定是騙人 齁 就跟男人說 沒有我去 汽車旅館 只是去尿尿一下而已 我不會對你怎樣 啊你到我家齁 你睡床上 啊我睡地上 齁 我不會對你怎麼樣 那都唬爛的啦 啊反正那種孤車 我覺得孤車的就還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孤車齁 本來就高高低低的價格 怎麼說 很簡單嘛 你在我這邊你估三十萬 我跟你估三十萬 代表什麼 我只想用三十萬買你的車啊 可能因為你人比較GY啊 齁 因為我看你的臉 你就媽一副就不喜歡啊 我只想跟你買三十啊 啊你去外面 人家估四十估五十 那我在這邊幫你拍手就好 對不對 你賣高價 讚啊 你去說小屎哥我去自售 OK啊 歡迎啊 你去自售棒啊 對不對 我估三十你自售賣五十棒啊 錢你的不是我的啊 你雞賺二十萬讚啊 啊其實 我覺得 我覺得這種東西最沒水準 是怎樣 我叫你買我的東西 是我拜託你來跟我買 沒有錯吧 我服務你 我服務很好喔 齁 拜託你跟我買 媽我服務業做到 我拿錢跟你買還要拜託你 我沒有打他 錢我的啊 我就想用三十萬買 你要賣我四十 我不能說不要嗎 為什麼我不要 人家估四十六呢 喔沒有 我就看你的臉 我就不喜歡 我只想四十我都不想買 不行嗎 錢我的 我要幫你買 齁 我還要賺錢 還要賺錢 有沒有 贏賣還要贏錢 有沒有 以前打麻將不是有些朋友都這樣 贏賣還要贏錢 就已經贏錢了 還在那邊 喔我告訴你 你剛才打他去怎樣怎樣 幹 你就贏錢了 你在那邊講什麼 沒有啦 這真的是這樣 我就人齁 是相對的 我跟你估低價 不一定是你的車不好 有可能是你的人有問題 我要花錢出去 我也要愉快 一樣嘛 你來跟我買東西 你要愉快 你才會跟我買 你不愉快 你看我不爽 你就不會跟我買了 啊我跟你買東西也一樣啊 我看你這個人 我就看他就賭 賭氣 那我就隨便出低一點 啊你去賣別人 所以齁 其實我覺得人互相 因為 我這個人齁 有時候我真的覺得 買賣 雙方愉快 啊有一方不愉快 不要 欸你要拿錢 我就要收喔 欸有些客人 我坦白話講 我們是 我是不喜歡賣車給他們 真的有一些客人 我覺得賣你車 不會有好下場 因為我不愉快 我為什麼要賣給你 我覺得大家就是互相 互相就是 買賣大家都開心 啊來做這件事情 合意性交 對不對 對不對 啊不就女生來 強姦我我就要 對不對 我也是要看一下啊 我也是要發的 對不對 齁 我們也是要 判斷一下啊 Level啊 你要強姦我 我一定要嗎 對不對 如果是泰山就不一定了 泰山是覺得 泰山女生 強姦他他不一定要 男生的機率 比較 哈哈哈哈哈 男生 才對他的機率 比較高啊 我以前喔 不要說苦啊 就是也沒有說 不是那種 那出來 當精子的時候 就衝對地方 我們也是沒有 出來也就是 平平凡凡的 那其實我自己偶爾我寫寫日記什麼 我自己都很敢看 我真的是以前跟老婆租房子 那個回家下班回家那個門被貼那個紅紙條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過那張紅紙條 那個紅紙條就是你那個要被停電了 要被停水了 他會用一個很黏的膠貼在你的門上 然後回家就挖租工啊 跟朋友借錢啊 為了繳水電費這樣 所以我這個人我會覺得說 我就算我再有錢 雖然現在沒有 但是我覺得再有錢 我都不會出去消費覺得自己是大爺 真的 有些人就喜歡覺得自己是大爺的感覺 我自己我會看不慣那種感覺 我覺得說為什麼 為什麼要好像花錢的是老大 那對我來說 我們當然我們不能很直接的去跟客人講說 我覺得你很GY 你很像大爺 我不想賣給你你走吧 對不對 我們又不能這樣跟客人講 所以我們就以比較委婉的方式 對不對 去跟客人慢慢的說 不好意思 這個可能不適合你啦 怎樣怎樣 對不對 你只能用比較委婉的方式拒絕人家 里程數不符的車 有買過啊 監理單位紀錄一定是正確的嗎 正確的機率蠻高的 雨刷 雨刷沒有推薦的 我跟你講雨刷 你就買便宜的 然後勤換就好了 其實雨刷我不會花很多錢 因為我覺得便宜跟貴的落差幾十倍 便宜的就很好用了 對啊那個義賢講都沒有錯 雨刷99塊買一送一 啊刷完不乾淨再換 電動後照鏡損壞率很高 對 因為很容易撞到 你停在外面就被撞到 那個換車的話 通常很多朋友說要換車我都說 其實你就找個時間 那約來店裡面 互相我看你 你看我 你看我的車 我看你的車 大家討論一下 對不對 然後喬一下就好了 之後 這個帽子啊 衣服啊 會在 粉絲頁 開賣會在粉絲頁公佈 晚安啊 掰 大家晚安 Groen German